很多廠都是同樣的問題 但復工這個情況 我看都是七八成 暫時不能去到十足 為何這個情況 就算復工也沒有工作 有些廠不如單純放假 有單純出口的人都叫你不要來 暫時不要生產 或是生產的都不可以下貨 原因是貨去到那裏 都沒有人提貨 對方不只是中國問題 現在全世界都有 去到那方面人家的店舖都未開門 那怎樣賣呢 如果他拿那些貨回去 又沒有人買 就形成他一個很大的經濟壓力 工業不只是你自己一個工業 因為工業有很多供應鏈 的確上我們開工 人家對方未開 我們都做不到 譬如沒有紙利 或者沒有某某一個材料 是有於方面的影響 有很多廠我想都沒有了一半 以我們來說都是六七成 很難去有一個實在的數字 以我估計起碼都有20%至30% 倒閉就一定有了 不只是因為疫情或者貿易戰 更加自然 我剛才都說 因為做廠 因為成本上像 在中國的做廠都已經很艱難 逼著有些因為要生存 也都離開了中國 去到更加便宜的地區 去生存蝕廠 雖如此 雖如此 都有很多仍然是總部 在中國 只是做了一部分 去到其他國家 去組合 或者在那邊出國 例如玩具業 很多都是萎縮 亦都沒有做 因而很多行業都 遷就遷就遷 搬就搬 有些因為種種原因 難生存就倒閉 變成少了很多廠 在國內 內銷的都大多數都是民企做的 不是出口的 在內銷市場 的確我看到有些內銷 做內銷的公司 他們都挺好的 我們一向都是做出口的生意 如果轉到內銷市場 我希望政府可以幫助 在一個順太額 例如可否擔保這些 企業做內銷 因為我們很怕收不到錢 內銷市場有很多時候 可能不知道去找誰 現在國內來說 如果民企的資金鏈可以充裕 例如某方面 在銀行或者國家有支持政策 可以把這個信箱 或者資金鏈可以靈活 運用到 資金充裕 找數快些 我想很多廠 很樂意去做國內的內銷市場 我們如果做製造業 很怕收不到錢 我們習慣做外銷市場 例如出口上會險 各方面買 做內銷是沒有的 只是靠個人的信貸 如果不認識國內的公司 我們怎樣跟他們做生意呢 政府是否有一個擔保 或者去銀行那邊 又可以支持 擔保這些民企 我們可以跟他們做生意 起碼可以保障到我們有線收 我們除了做出口 又可以做內銷 兩條腿行路 那些廠家 就會多些生存空間 多些單 現在靠歐美國的單 人家一不給你 你就沒有公開了 你沒有公開 工人失業了 是否為�� 從近限時 對